说到秦始皇的攻击,大家都不会谋生 他统一华夏,统一文字,货币和杜良恒 改分封之为俊县之,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政治框架 然而和功劳相比,人们似乎更愿意谈论他的大秦帝国二世而亡 以及历史上各种负面的评价 甚至于批评的声音要远多于赞美的 更有人说,秦始皇做的这些,是个一统天下的帝皇都会如此 只不过是他先做了而已,可事实真有这么简单吗? 不得不说,秦的二世而亡掩盖了始皇帝太多的光芒 他的伟大可能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人类从元变成人,知道形成文明 几百万年间就一直处于乱世中 虽然东方奴隶社会有天子的概念 但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性质 放眼全球,各个文明也都在玩单极 秦始皇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将已知文明 完全纳入自己版图的帝王 然而,既然做了天下先 嬴政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棘手的难题 那就是该实行郡县还是分封 以我们今天人的视角来看 肯定是郡县之更先进 但在当时古人的眼里可不是那样 这天下太大了 从辽东到百岳,从东海到陨西 如此一个庞大的世界 光靠一个君王怎么可能治理得好呢 人们早已适应了数千年的分裂 习惯于各个诸侯国的存在 现在突然让不同文字 不同风俗 语言千插万别的人们 组成一个以天下为单位的庞然大物 其复杂程度已经完全超出了古人的想象 那种颠覆和冲击 如同让今天地球变成一个国家一样 是会引起巨大的恐慌的 而且 秦始皇统一六国不是慢慢的消化 他十年之内就完成了 国土面积扩大了近一倍 人口增加了四倍 天下的百姓根本没有适应的时间 就已经全变成了秦人 孤儿营正所面对的管理难题 其复杂程度远非后世的帝王们可比的 他选择了郡县值 把天下分成了三十六个郡 开始尝试前无古人的挑战 这在当世人看来 完全就是疯狂的冒险行为 让世人再不受战乱之苦 让天下人再无国别之分 这是营正给子民们许下的豪言壮语 他每天要看二十万字奏章 以称富贺的勤奋来兑现自己的诺言 应征自己的选择 构建起了中国这个无比庞大 其复杂的程序框架 如同最初设计计算机代码一样 一切问题都需要他从无到有的去考虑 去思量 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范例 每天二十万字是个什么概念呢 要知道古代的文言文西字如今 信息量远非白话文可比的 放在我们今天 你就是让一个人每天看二十万字的小书 谁又能一直坚持呢 事实证明 已经正成功了 他所建立的国家程序奠定了中国封建统治的基石 后世的帝王们都是在他建立的逻辑框架下不断的进行升级和完善 图写出了天朝上古2.0版3.0版的荣耀和辉煌 狠狠吃了一波以赢政的红利 然而史官们却闭口不谈版权的问题 只是无情的抨击这个勤奋的原创作者 在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漫长的岁月里 无论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天下在碎成一盘渣再打成什么样 总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中国人还有这片古老的土地一次又一次的凝聚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敢为天下先的嬴政彻底的扭转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一人管理天下不是不可能啊 之前就有人做过 还成功了 天下何该一统 华夏神州就该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天无二日 国无二主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 莫非王臣 这些观念和口号开始成了主流价值观 之前所谓的分封止 反而成了让人难以理解和排斥的取货之道 可以说 嬴政奠定的不仅仅是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基础 更是凭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给予了我们民族永远不可分割的凝聚力 这也是为什么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秦始皇的原因了 然而嬴政又是通过了什么手法构建起中国这个庞大的程序的呢 仅仅靠勤奋嘛 为什么欧洲没有实现大一统 我们接下来看看秦始皇所做的努力 从地形地貌上分析 欧洲平原其实是最适合形成大一统的格局 除了南欧有些山脉 还有伊比利亚半岛 剩下的区域一马平川根本无险可守 反观中国 韩帝 秦岭 太行 黄土高原 黄河 长江 到处都是天险 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的爱口比比皆是 这样的地形其实是很难大一统的 可为什么前者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 语言众多 几乎一村一国 而后者反而铁板一块 天南海北的赵一子民同声和气 和乎一心 有的人说是因为欧洲的良主制度 血统 民族 信仰等等 实际上这些问题在中国都出现过 而且表现得比欧洲更复杂更集中 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极权国家 和新娘距离根本不在这些问题上 杨正作为得到东方大帝第一次的男人 他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 如何迅速地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自己是秦国人 要遵守秦国的法律 然而这在当时实在是太难了 我们今天北方人去广东 耳朵基本上是没用的 因为完全听不懂 在很多方言区 也是几乎一个村一个方言 超过几十里就无法交流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沟通 因为有共同的文字做代替 但在秦国刚刚建立时 天下不带语言千差万别 文字更是不通 差异度极大 虽然有雅言作为原始范本 但底层的百姓哪管你那个 我们今天南方人去北方用不了几天 口音就会被带偏 只能是先统一文字 秦始皇责量李斯 在周理大传的基础上 对华夏族的文字进行了第一次的简化工作 让曲折的笔画变得更直接更简单 让字体也变得更匀称其整 更利于书写 经测算 秦朝的文字系统大致减少了约四分之一的先秦书写方式 更牛的是 秦始皇不断在官方推行小传 还采用程秒归纳出的立书作为并行方案 立书的字体改原为方 笔画改区为直 改连笔为断笔 也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汉字的出行 可见 文字并不是越复杂越好 简单适用才是最关键的 因为国家推行的字体简单 在地方上很快受到了百姓们的追捧 秦始皇也完成了消化天下的第一步 然而 凡是有个适度原则 字体为啥会千仗万别 都是因为民间私自改动的结果 把字体简化到只剩下偏旁的地步 或者再行创造 会再度造成混乱 形成文化壁垒 故而 文字统一后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 都严禁篡改文字 并将其视为大罪 如果文字混乱到像欧洲那样的地步 那也就难怪 一村一国的情况出现了 文字的统一 也就为官僚体系的有效运作 奠定了夯式的基础 中央 郡 县 县 乡的四级管理结构 让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个 有机器系统的整体 同时也让管理天下变成了可能 可见 文字的统一多么的重要 古罗马帝国虽然国土面积 不比秦朝的小 文字从未统一 终归无法形成有效的管理 秦始皇在统一文字的同时 也立刻着手全国统一度量衡的工作 可能有同学会觉得 统一货币会更重要一些 因为货币代表着国家形象 也是国家金融流通的血液 然而在两千多年前 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古代 粮食材是硬通火 是国家税收的关键 包括汉朝的官职也是以 一千弹 两千弹作为衡量标准的 如果度量衡不统一 你的一弹相当于别人的一碗 那样全国就无法推行 税收制度 占领的土地 非但不能成为财富的来源 还会迅速地激起民变和混乱 所以整个国家要想赚得开 首先要解决度量衡的问题 我们再来说说 秦始皇伟大的货币改革 秦始皇建立起来的统一货币制度 不仅在中国引用了两千年 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东亚 乃至全世界的货币体系 包括今天全世界的金融贸易 也是在他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 当了皇帝不久 秦始皇就颁布了货币改革令 确定了上币黄金 下币半两的货币制度 废除了五花八门的 以珠宝 玉石 还有硅甲等充当货币的交易方式 上币黄金 下币半两钱 就像我们今天的纸币和硬币 大密额的上币用于大额交易 小密额的半两钱 或者说硬币用于小额交易 别小看这项改革 它凝聚了秦始皇许多的政治智慧 以贵金属黄金作为上币 规定一亿黄金可以换一万半两钱 这相当于金本位制度 金本位制度的优越性不应而愈 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采取这种金融方式 这笔大英帝国真正的施行开金本位制度 收割全世界财富要早了整整两千年 上币和下币并行双管齐下 我们今天的货币金融 依旧是采用着始皇帝的程序语言 同时 它车同轨 书同文 统一度量衡 修勤直到 让全国物流运输能力 战略物资投放水平 官方管理效率大大提高 加之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 让整个国家一盘其活了下来 犹如给一个庞大的巨人打通了全身的血脉 攻击了能量通货 这一切都为后来的强悍盛世铺航了道路 不得不说 牛人就是牛人 秦始皇一辈子完成了别人八辈子的工作 后人只需要在他的基础上不断地修缮结合 纵观祖龙的治国风略 核心要点就是化分为简 这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启示 那就是合理且简洁永远是最得人心的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具非粗暴地删减 而是归纳核心逻辑 简的有水平 简的有艺术 这才是最难的 除了以上这些 秦始皇北极匈奴南征百岳将全天下只要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 统统都化归到华夏族的生存空间内 同时他与世俱进 不以古亥金的治国思维 更是具有伟大的前真意识 他所提出的治国风略和理念 在西方直到2000年后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才出现 你还不觉得他伟大吗 我们不能以秦的二世而亡 就否定秦始皇的功绩 毕竟封建社会的朝代更替只是换了一个logo而已 祖龙制定的程序框架光照千古影响万代 最后大家可以说说 你最喜欢秦始皇的原因是什么 下一集我们在剖析剖析秦始皇的内心世界 带大家从之前很少接触的视角 去了解了解我们的千古一帝 正格秦始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自从跟他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